幾個蠻憨的台中市政府 幾個蠻憨的台中市政府官員是不是搞出九條人命 所以我說一個陳光飄配合幾個陸委會蠻憨的官員 絕對可以把台灣搞的大亂 我就陳光飄案,我完全不能夠接受您的指控 這個完全不是事實 今天 也不算是貴黨了 貴執政團隊的委員 有說陸克 旅行色欠 中國呢欠我們陸克旅行色高達五十億 這金額有關於這件事 除了這樣以外呢 台灣 有台灣的貿易商、公司、航號跟中國大陸 有金錢糾葛糾紛 譬如說 Vanka啦 到盜版啦 然後怎麼版費完全要不到啦 毒奶粉到現在要到多少錢 類似像這樣子的 財務糾葛糾紛 你們完成了多少person為台灣人民請求這些求償呢 您是不是可以報告一下 呃 我相信民間之間的一些民事的糾紛 應該不少 應該不少 那你手上到底幫忙解決多少金額 你說三聚親跟毒奶粉 各種各種面 總額就好 總額 我不知道 因為委員您這樣問有點廣泛 所以我不知道說 廣泛不是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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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泛不是更容易讓你堆棄你的政績 我們不可能知道所有的 我們不可能知道所有的民事的糾紛 我們不可能知道所有的民事的糾紛 金錢上的糾紛 那在你的部門 在你的部門 在你的工部門就好 完全沒有辦法打出來 海基會 海基會 海基會有一個數字 對於這個人生安全的 多少金額 我想好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是人生安全的部分 海基會 我問你資本 你說人生安全 啊你實在是 不是 因為我剛剛跟我們報告 你民事的金錢糾葛 他如果沒有來一起求證 我們不可能知道 主委 所以我說你蠻憨你還生氣 不同意 我剛剛沒有委員 我當然 因為您剛剛的指控陳光彪那個 我們當然不能夠接受 因為事實不是這樣 好那我問你說你 民事的糾紛 他們如果沒有送到 海基會來 海基會有沒有 你就是 你沒有資料 你沒有ID 你答不出來嘛 對不對 因為你問的非常 最好的一項數字 您是問的非常非常的 就是很 好啦沒關係 主委 主委 我們沒有時間 我們只有建數 我們沒有金錢的實際的數額 如果您問我金錢實際的數額 真的 我相信政府沒有一個機關知道 那你也可以去統計研究啊 不是這個建數啊 是不是你的業務換肥嗎 好啦 謝謝主委 去年3月8號 馬英九先生接受訪問說 說 高科技 綠色能源呢 要進一步開放入資 台灣還有很多合作的空間 對不對 就包括IP啦 半導體啦 面板啦 高科技啦 就進一步把ACFA 服務業開放的項目呢 再度擴大落實嘛 對不對 所以呢 當然影響的層面呢 台灣房市啦 股市啦 匯市啦 種種啦 這些物價波動 種種呢 或多或少 跟中國有關係吧 你不是很喜歡回答嗎 趕快回答一下 您剛剛提到的是說 所以我在講 你根本沒有在聽啊 請委員在 是不是可以在 像你這種官員 就是蠻憨的官員 你跟台中市的執政團隊 有什麼差別 這樣的聯繫就連得太遠了 這個完全不同的 我在這邊念 然後你也心不在焉 還要叫我重複為變 我是錄音器啊 很抱歉 您剛剛提的specific的 很 你還好 蔣英文豪 我問你一個 Kevin Freeman 你認不認識 有一個報告 美國國防部 因應非傳統 非典型戰爭 所做的 委託民間做的一個 報告書 叫 是由 Kevin Kevin Freeman 他所做的 經濟戰 風險 與反應 這篇報告 我不曉得 你們的幕僚有沒有 copy給你看 我沒有看到 這樣的一個報告 就是美國國防部 請民間研究 因應 非典型 非傳統戰爭 也就是 經濟戰的 在這一篇報告呢 我唸一下給你聽 你好好聽好不好 好不好 賴老師可以嗎 我正在聆聽您的這個指教 經濟戰 風險與反應呢 這邊報告指出 無法最終的投資 人跟資本呢 在2007年就開始 烘台 開始攻擊 烘台油價 讓中東 跟產油國呢 累積了大量的財富 之後呢 開始 逐步的影響美國經濟 這是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呢 無法追蹤的 熱錢的投資人 透過放空 攻擊貝爾斯登 以及雷曼兄弟等金融機構 包括 放謠言 散播不實消息 連續的放空 影響股價 攻擊雷曼兄弟等金融機構 終於呢 在2008年9月呢 宣佈破產 第三階段呢 有情資顯示 俄羅斯 中東國家跟中國呢 他們有集會 討論到這些問題 同時在這中間呢 俄羅斯政府 要求中國高層呢 應該要迅速拋售 美國兩大房貸機構的 讓其破產 所以呢 人家 人家美國 他們有 遠憂 他們有深思熟慮 他們有在預防說 未來的非典型經濟戰 是不是會發生 因應的措施 是怎麼樣 而我們今天台灣 透過ECFA的簽訂 透過兩岸金和會的安排 透過ECFA各種服務業科技業 各種的開放 包括金融股市財塊 那是不是也會落入這樣子 經濟戰 非典型戰 非傳統戰的 這一個模式呢 請你回答一下 我不認為 你不認為有這種風險 等一下我還沒有講完 可以不可以 就是很快的讓我說明一下 我不認為ECFA 我們的ECFA的協議 或者是ECFA後續的協商 會變成您剛剛所說明的 會變成像 2018年的 非典型的經濟的風險 你為什麼覺得ECFA沒有風險 造成全球的金融大風暴大蕭條 我不認為 那不過 在哪裡啊 你的利益基礎在哪裡 請你跟我們大家講 我同意您的提醒 因為我同意您的提醒就是說 不管怎麼樣 你認為不會啊 你的利益基礎在哪裡啊 進行國際區域的經貿活動裡頭 我們一定要風險管理 所以風險管理 我們應該要有好的配套措施 因為我們認為 那你的配套措施是什麼 沒有啊 因為我們為什麼 你的配套說什麼 不是跟您剛剛所指的 2008年的全球貿易 一樣 是因為 上限不超過百分之十 合資可以達到百分之五十 是因為整個區域 政府相關的機關 我們是以一種循序漸進的開放 主委 你有沒有發現說 你現在的實話 多麼空虛 多麼官方 我們要為出口導向 這樣重要的這個國家 這個是我們經濟成長的引擎 所以怪不得有台灣人認為 我們必須要面對這樣的一個國際現實 你是引狼入市 大陸市場是我們國際市場的一環 最大的負草 大陸市場是我們國際市場的一環 所以我們必須 所以 這個非常的清楚 我不知道說 為什麼可以把這個 ECFA來連結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的這樣的理論 但是我再強調一遍 風險管理 特別是經濟的風險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也不斷的提醒 相關機關 你們的風險管理 你們ECFA的風險管理機制在哪裡啊 包括經濟部 你有沒有曾經 講過你ECFA 因為ECFA風險管理機制 你們在這個地方 講過任何 騙鑽的 比如說 風險管理呢 我講的很具體 比如說我們在第一階段早收清單的時候 我們就定義的非常清楚 我們一定要該守的都要守住 所以我們守住了我們的農產品 該守的是什麼 該守的工業產品 該要都要 對啊 全部講的都是一堆的空話跟官話 絕對不空 因為它落實到實際的早收清單 沒有時間了 那我問你 它也落實到服務貿易的這個 我問你 這個茉莉花香 茉莉花香 飄到中國 你陸委會 發布這種官方說法 不痛不癢 這個委員不能夠滿意 我也尊重 但我們覺得 這個是對於 這樣的一個 串聯的活動 我們一定要去積極的這個 總統希望大陸能夠維持繁榮與發展 但同時也 沒有我們認為言論自由民主多元 人權保障非常的重要 我講這個完全不痛不癢 跟馬先生在六四那時候發表的激動激情的言論完全不一樣 所以可以看得到說你們的心態真的就是 我剛剛說的所謂的風險管理 所以你覺得說我們都有風險管理 我們都有在注意 可是事實上呢 人民是感受不到的 我們會努力加強 這個 你有幹嘛 找一個時間 給我 給我一篇說 美國的這一篇 讀書報告是吧 可以啊 你叫人幕僚做讀書報 給你機會洗腦 那也是我的成就 你如果真的有興趣 我去拜訪您 我可以去把這個報告 我因為還沒有看到這個報告 這是美國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 我可以來跟您討論 來跟您請教 但是 我想這個把這樣的一個 美國 經濟戰 風險與反應 美國的這個研究者把 美國在2008年 以及過去所犯的錯誤 造成了2008年到2009年的全球金融風暴 他們做的這個檢討報告 我相信是應該是 可以給世界各國來做很好的參考 謝謝 謝謝